观众朋友欢迎您 主持收看娱乐漫谈 介绍今天的嘉宾 他是Philip胡振国先生 Philip你好 Lily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Trump的税改已经签字了 2018年就要生效了 很多detail也慢慢慢慢 都已经iron the wrinkle了 他这个措施 还有很多要发酵的地方 我们现在还是不是完全知道 但是整体来讲 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世界的资金流会到美国吗 对美国的房地产股市 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好我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常听到日本安倍 不是有三把三支箭吗 那个时候成天说 其实这几年来 美国加上Trump的税改 也是三支箭 三支箭为什么会让美国成为全世界一个大的锡炉 把很多其他地方的钱都要吸过来了 吸金 吸金吸过来了 为什么连日本跟中国线都要准备降税 而怕因为怕很多钱被美国吸过来 怎么讲呢 我说哪三美国有哪三支箭呢 第一个 所谓的FACA FACA FACA为什么怎么来讲呢 是让美国身份的人在海外的钱 是不是不好待了 所以要怎么样回来了 因为海外的代价越来越大了 而且不方便了 所以呢第一个 FACA呢 就所谓的FACA呢 是让所有美国身份在海外的钱 要往美国留了 因为在美国非法不管嘛 第二个 现在亚洲的第二个 第二个常常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流行的叫CRS 就是所谓的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什么是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呢 就是美国有FACA 其他国家也想效法 那其他国家变国与国合作 所以呢 在全世界有现在刚开始是104个国家 现在已经120几个国家的地区了 增加到120几个国家 对 所以这些国家呢 他们说变成国与国家合作了 国与国合作什么意思呢 只要是你在CRS会员国的公民或税务居民 他们都要互相申报了 举个例子来讲 你现在比如说你是加拿大公民住在中国 或者中国公民住在新加坡 或者澳大利亚公民住在中国都算 只要是你任何CRS会员国的公民或税务居民 这几个国家 这120几个国家跟地区都要互相通报 是所有的金融资产 藏钱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所以呢 这个来讲呢 所以很多地方呢 我们看亚洲很多地方的金流 都是因为这个来做改变了 比如说去年开始突然香港房地产又好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CRS不管房产 所以呢 很多在CRS在香港不好待的地方 都往房产去猫去了 然后泰国最近房地产不错 为什么 因为泰国原来不在CRS里面 可是现在2012要加入了 那台湾来说呢 像台湾原来 因为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新台币已经涨到29块了 以前都在30到33块之间 因为原来台湾不在CRS里面 很多台商跟其他人的钱都往台湾躲了 可是呢台湾现在要加入了 所以呢这些钱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钱都往外走 那这些钱是不是CRS让很多国家都不好藏钱了 可是美国不在里面 美国是唯一的主要国家不在里面的 因为我觉得美国可能有些想法太聪明了 因为什么 肥咖的话 我已经有肥咖了 所以我们人在外面的钱要到美国来 可是别人在我这边钱我就不用告诉你们了 所以美国未来10年20年会变成新的省税的好地方 然后在川普税改又增加了让他了锦上添花 为什么 现在呢从35%降到21% 是不是很多美国的公司在海外的钱想不想回来了 当然想 光Apple可能就回来一半都会一两千亿美金了 还有更何况其他公司 再来很多外国公司想要到美国来投资了 因为外公司尤其是C Corporation的话 他来美国的税就变少了 所以本来我们碰到一些客人的他们做生意的 他们都现在来讲说准备到美国来投资了 连台湾有个徐旭东都要听说到美国投资10亿美金 所以这些钱呢 会把全世界公司的钱要吸过来 所以FACA让美国身份的钱到美国 CRS到没有美国身份的钱要到美国 川普的税改更让公司的税再到美国 所以这样你觉得有没有更多钱要来了 有 这三把剑果然奏效 没错的 并且immediately就会奏效 没错 这么充足的资金流到美国 当然他要找寻很好的出路 没错 所以这样听起来对房地产也有好的影响 所以川普房地产对房地产来说 在我认为说高价位的房地产 尤其自住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你不管在Mortgage Deduction 还有Probary Tax上面 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讲 去年这个时候在Cupertino 大概有200个Listing 现在只有50个了 为什么大家对换房子意愿会变少了 比如说我今天原来是Probary Tax很低的房子 涨了以后我想换房子的话 第一个我不但Probary Tax要多付 我的Mortgage Deduction可能变少 最重要的我的抵税的cap在1万块的话 我等于多付的Probary Tax 我没有办法抵税了 所以对你换房的动机就少多了 刚性需求跟投资物业看法又更不一样 投资物业完全不受影响 对 所以呢反而投资物业反而OK 然后再加上很多国外的钱要过来的话 可能投资物业又可能更看得更多 所以我觉得高价位的自住房 其实会很大的影响 但是投资房地商用的房地产的话 其实还好 OK好的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个地方 先做一段工商资讯 还有对于美国其他类别 还有这些金被美国吸来了 要怎么样派上用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话题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就回来